好幾名男韓女大生在校友裡的便利商店前排隊 上午9點半一到 立刻湧進去衝到熟食便當區 原來這間便利商店正在舉辦限時特價活動 原價5200韓元 折合約120元台幣的便當 現在只要1000韓元 折合約23塊台幣 大學生口耳相傳 每日特價便當一下就賣光 jedan food tech regard 全南韩有186所大学正在进行的千元早餐计划也大受欢迎 加上政府、地方自治团体和大学的财政补贴 减轻学生的价格负担 也让生产过剩的白米促进消费 南韩通膨持续 外头咖啡厅涨价 很多民众敢买集中咖啡解禅 但最近也变贵了 韩国消费者愿意一千名消费者为对象 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有73.5%的受访者认为 咖啡专卖店的咖啡和饮料卖得太贵 咖啡价格比消费者期待的适当价格高出10%以上 咖啡夜市喊冤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咖啡都和白糖等主要原物料价格上涨 因此涨价是不得已 但有人担心 咖啡价格连续上涨 所谓的咖啡通货膨胀可能会扩散 曾经是南韩平民美食的炸酱面价格不再亲民 五年前一碗面约台币115元 现在要台币160元才吃得到 除了水电费 电租和人工费持续上涨 面粉原料小麦大涨更是关键原因 南韩总统以锡悦 剩下两年半任期 公开宣示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 降低通膨刺激内需 减轻民众生活负担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